好 看前面 为了保存台湾珍贵的历史文物 文化部推动再造历史计划 从2017年开始 补助台中市政府 建制台中文化层中层历史空间再造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之后 2018年11月1号 部长郑立军 台中市长林嘉隆 下午3点在台中周厅园区 签署合作一项书 指定国立台湾美术馆 设立国美馆台中周厅园区 并且接受美国顺天美术馆 捐赠的600件收藏品 郑立军部长今天非常感动 也非常肯定 企业界对台湾文化保存的贡献 那我更感动的是说 其实我去签署MOU 我向徐董事长跟陈冠长表达感谢 没有想到他们却感谢我 这个大脑很重 因为我们要靠喜佳一个人来做 其实我们在美国 其实也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 我们其实是一个 感受的美术馆 喜宏妍跟喜佳的那种心怀 他们认为说 这个就是 就是有一天要归回台湾了 这场签署仪式一开始 有小型的管弦乐团拉开序幕 台中市长林佳龙 在完成签署仪式之后表示 台中周厅园区 在市政府文字处修复完成之后 将规划为近代现代美术专属展场 原来的市议会将变成国家级摄影机构 还要增建国家级艺术档案中心 努力保存台湾珍贵的古文物 台中周厅 这边来点长展示 以及能够推动很多 跟文化教育有关的这些发展 文化部长郑立军强调 文化部会让历史古物回家 希望国立台湾美术馆 将珍贵的台湾历史文物运回台湾 将来也会努力收集来自民间的收藏 以国家级的高度进行研究 典长修复跟推广 重现台湾完整的历史文化 记者陈文旭 阳静台中报导